歡迎大家收看有線快訊 我是Ospin來風 我是Christy 陳佳麗 今天是7月17日星期四 接下來要為大家推薦一部電影 在有線提示12台Cinemax晚上的10點 將會有終極標風 羅尼坐牢30年後 她決定找回她兒子 跟她一起去當初送她入獄的警員報仇 但羅尼兒子就被警員撫養長大 進退兩難的她 一邊是生父一邊是養父 她到底應該怎樣處理這個衝突呢 接下來要介紹給大家 在今晚10點 有先45台衛視卡式雷一場雙雙炮 合邦首腦夏正毅 走私販毒無惡不助 可惜警方缺乏證據拘捕她 奉命偵查的反黑組員貝多芬和亞秋 在辦案時惹來了大串的笑話 被上級鬧 高級女警安娜對亞秋情有獨鍾 經她的幫助 兩個人找到線人 亦有幸得到美女亞梅 及時協助兩個人 將下的一幫人一網打盡 成為了神勇雙響炮 接下來在有線第43台MGM 晚上10點45分 將會有奪命洪幸 雷諾的老婆羅倫她在七年前 因為想離開雷諾而陷害她入獄 不過後來雷諾在報紙上看到 羅倫和銀行家結婚的消息 她就決定要逃獄復仇 她還假扮羅倫的哥哥入住在他們家 並且計劃要搶劫羅倫現任丈夫保羅的銀行 到底最後她可不可以成功呢? 喜歡動畫的你 跟著說一定不可以錯過這一步 在有線第66台ANIMAX 晚上10點 將會有死神第7季 今次這季就是延續一戶在死神 露奇亞身上獲得能力之後 這個新的能力迫使到她要擔當 保護人類而不受傷害的責任 並且還要引導一些絲雲 回到絲雲界 很多死神突然憑空消失了 看來整個故事背後有一個重大的陰謀 是甚麼呢? 接下來要推介給大家 未來的7月20號 下午的3點到7點 在友誼廣場 有這個開開心心漫遊南西環 周末嘉年華音樂會 這個活動透過青年文創表演藝術 等多種手法帶出這個活動 今個星期六的音樂會 也是系列活動的最後一季 現場還會有很多快閃和街頭表演 大家千萬不要錯覺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放映所有入圍參賽的作品 今次也是全球首個在解像度 達到8K的立體球幕影院 舉行的球幕節 30號來自世界各地的最新精彩球幕影片 為澳門市民及遊客 帶來視聽驚喜 門票驗證透過澳門售票網 公開發售 世界拳擊錦標賽 王者之戰將會強勢回歸 在澳門威尼斯人金光綜藝館舉行 賽事將會有周市民首場的 十回合拳擊賽 和不敗傳奇吉列以莫 呂貢多捍衛WBA 和WBO次月亮級冠軍頭銜 以及曹昇瑜 吳國權及布萊欣 將會在電場賽量上 還不快點買票 又到了今個星期看電視有掌重電話警察遊戲 66883005 今個星期的問題就是 變形金光展覽將會紀念 變形金光誕生第幾周年 知道答案的朋友 就要快點打電話來66883005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明天同樣時間再和大家見面 Bye Bye MING PAO TORONTO